好,剛剛你們都拿到這個對不對 這個是那個人體紅外線的感測器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有這個焊接的這個點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這裡兩個點 這裡也是直的兩個點 這裡是不是橫的兩個點 你先把它擺成跟我們簡報的一樣 這樣 有沒有 這樣 你看那個焊接腳位就比較清楚 這裡不是有那個焊接的腳位嗎 這裡是橫的 只有一個是橫的 然後跟這邊一樣 所以你把那個位置先對好 那你翻過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這裡有沒有腳位 其實後面也有寫對不對 後面有寫 一個是什麼 VCC電源 還有一個OUT就是它的訊號線 GND就接哪裡 接接地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你就用三條囉 用三條 用三條 對,三條的 但是你的接地的部分怎麼辦 好,你看齁 我這邊 我來把它接上去囉 記得還是盡量照 接到裝置的時候 我們盡量照那個排線的順序 所以你以後在排除的時候會比較容易齁 好,那你先確認一下 對不對 VCC VCC我的是白色的 所以我就找這邊白色 因為我們 Smart上面還有一個五福特的可以接 所以我就把它接到VCC 這邊 好,第二個 這個 你再找一下 欸,訊號線 訊號線 我們把它接到05 我的訊號線是灰色的 所以我拿到這個灰色的 中間這個灰色這一條 我把它接到05 好,最後接地 那接地我們剛引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最後一條 紅色這一條 我的這一條 紅色的 然後中間那個 紅色的 我就把它接到這個上面 好 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這樣就完成了 好的,最後接下來 這樣有沒有 我們這樣整個硬體 就全部都接完了喔 所以你要先確認一下 先確認一下 先確認一下 有沒有都接對了 我們這個 只有利用麵包板 把那個接地的部分 接出來 對對對 共用出來喔 這樣 硬體OK嗎 好,所以你先讓 如果你還沒有很確定的 可以讓老師 稍微再幫你看一下 有沒有接準 好 如果好了 如果好了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看一下 剛剛這個 這個 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你基本的 這裡我先拿掉 好 我的這個腳 裝置 那我現在把它硬體的積木抓進來 我們現在L1點舉證在原件模組 你可以從這邊 把它的 基本的 拉出來 那我們點舉證 我們接在哪裡 16 14 對 你腳位還是要對喔 還有一個00 對不對 你可以再對一下簡報這邊 看看這個有沒有錯 這邊收起來 有沒有 簡報這邊 16 14 跟00 那 第二個呢 我們有人體紅外線 人體紅外線 它回傳素質 是屬於傳感器的 有沒有 在這裡 所以你一樣拉進來 那我們腳位剛剛是放在05 所以你先確認一下 這樣 不ok 好 先確認一下 好